4月9日的时候 那有一个抖音的用户上传影片 表示自己被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不公平对待 起因是马航飞机上有乘客丢东西 但是航空公司却只把中国人留下来搜身检查 但是看影片的话 事实上是印度人还有斐济人也被留下来搜身了 今天在马来西亚航空域那件很恶心的事情 飞机上有乘客丢了东西 下机之后只把中国人给留下来盘查 收身脱鞋子各种的恶心 中国的女士在说为什么只有中国人 这个女的是说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查 但是这位应该是工作人员吧 有可能是马来西亚航空的工作人员 他指出来自印度的男士 来自斐济的男士都被留下了 那首先呢 中国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包括到台湾的这一片的东南亚的航空上面 偷东西是一个事实 台湾抓住的一个中国退役武警 那沦为飞机窃贼 是三月底的时候台湾警察抓住的 说是中国籍嫌犯 韩伟那是截火行窃 他是在飞机上面 就是他带上一些就是跟乘客比较相像的包包 然后把他带上去那个包包 跟他盯上的人放在同一个飞机的那个 飞机上面那个储物的那个柜子里 然后他假作拿错行李 把其他乘客的他盯上的其他乘客的行李拿下来 然后把里面的现金偷走 偷走之后呢 那把在飞机上面就把这个金钱交给他的同伙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等于说乘客发现不对 但是你抓住的那个人手上又没有现金 因为他已经在飞机上把金钱转移给同伙了 以这种手法行窃 那台湾的这个航空警察局在今年1月的时候 那接获新加坡籍的旅客报案 说在搭机赴台湾旅游的时候 在飞机上发现包包内的现金 遭抽换为一碟口罩 损失新台币6万元 那行程无法继续 只好败幸而归 那个时候开始呢 台湾的航空警察局就盯上了这种行窃的手法吧 那盯上了这个中国籍的男子韩伟和肖雷雷 是经过粤鱼的根肩搜正 二月间进行跨境部署行动 那在搬机降落台湾后 一举吉捕持续涉案的韩伟及同伙肖雷雷 发现这个切得的这个赃物 包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度菲律宾 泰马港加拿大等数十国货币 询问的时候 肖雷雷坦诚花费人民币三万元 向中国四川省绰号秃子的人学习行窃 而韩伟是退役的武警 嫌犯共称自去年十月起 在亚洲各国领空行窃 然后台湾的警察表示 目前仍有多起飞机上的刑窃案件 在调查中发现这些窃贼多是个体户 但是飞机上相遇时 会从手法观察是否失成同一个派系 就是那个四川的秃子的那个派系 那交换情报也会进一步彼此合作 提高刑窃几率并规避查击 近期韩伟与肖雷雷已经有检察署提起公诉 中央社报道是 这些窃贼多来自中国某地区 事实上就是河南 他们这个团伙叫做河南帮 黑衣男子被警方压制在地 一艘身上美金一大跌 不止美金 他跟同伙身上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印度 菲律宾 泰国 香港和信用卡 多达数十国的货币陈列出来非常壮观 而这些都是他们搭击刑切的战利品 它是河南帮 叫做河南帮 如果说只是把中国人扣下 是有理由的 你都不能说这叫什么歧视 目前在东南亚航空上面 刑切都失出同门 都是中国的这个什么秃子 这个同门 那这个窃盗团伙 就是中国的河南帮 然后把中国籍的人留下来搜身 就是我不懂这个怎么能叫歧视 因为并没有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在行窃 那的的确确就是中国人 而且是中国河南帮 而且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描述了 这个行窃的手法 是偷东西的人会把这个钱转移给别人 那你说出了搜身之外 它能怎么办 就算它是指定中国人 我也认为这里面没有歧视的问题 更何况它其实也没有指搜中国人 那按照这个马来西亚航空的这个人员来讲的话 它也去留下斐济人和印度人 这已经是给中国人面子了吧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人干的 就是河南帮干的呀 那不搜中国人搜谁呢 你没办法讲这是什么歧视吧 真正的歧视呢 是中国人歧视日本人 那才是真的歧视 给你们放一段影片 就这段影片现在在互联网上非常火 外国人也都在发 在4月8日有一段网传的视频显示 一位网约车司机在得知乘客是日本人后选择拒载 他说的很清楚 就是日本人那就没办法拉了日本人 就单纯因为他是日本人 没有任何别的理由 来来来下去吧下去吧 日本人没办法拉 日本人没办法拉 为什么 为什么 没办法没办法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看这位日本人还问说为什么 为什么 那但是网约车司机他也 他也说不出什么理由 他就是说没办法拉下去 那你下去吧 说该司机的行为在中国受到了民众的广泛的支持 就是大家都支持 说这是作为普通国人力所能及的抗日行为 为小哥点赞 小伙子很好 做得对不拉日本人 为你点赞 我的车我做主 有骨气 不赚鬼子的钱 骨气 那有人说不好意思 没有什么民族大义 就是不想跟小日本打交道 我的酒店也不住小日本 你对得起你这辈子的职业 那就是不拉小日本 有骨气的汉子 不差这个钱 爱投诉 投诉去 钱没了还可以挣 不能丢了原则 做得对 有骨气的中国人 滴滴师傅做得对 所有出租车 司机要团结一致 拒绝日本鬼子坐车 那然后很快的 就是有 这是中国的推友 把它翻译成英文 那发布 也有英文圈的 很大的这个博主吧 把它发出来了 让全世界看一看 这个真正的歧视 长啥样 真正的歧视长这样 说我从未见过 像在中国所看到的 反日种族主义这样的事 就是说他人生中 见过的所有的种族主义 就说你说种族主义 是不是存在 当然存在 但在世界各国都存在 但是说会不会说 所有的人都鼓掌较好 那所有的人都说赞投 那是不是说 像中国人这么疯狂 就是说这个仅仅因为你是日本人 就不让你坐这个车子 不接受这个客人 拒绝这个客人 到中国这个程度 在全世界哪也没见过 下去 我就是仇恨日本人 我这个钱都不赚了 中国人还是独此一家 别无分号 就是目前 就这种疯狂的种族主义 只在中国 而且的确针对 日本人的特别严重 这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 这才是真正的歧视 这才是真正的